众所周知,昂科威曾一度在国内市场走红,力压神车图观,无非是其在外观、内饰、配置等方面的优势表现。 而随着如今SUV市场的火爆,昂科威却在走下坡路,究其原因除了其他品牌SUV的竞争外,更大的原因还在于自身质量问题。 2018年7月9日,部分昂科威车主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针对国家市场监督总局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国家监管部门针对上汽通用采用的缺陷控制币进行调查并早日召回。 立案收费收据车友,发布起诉庭审情况的简介市场监督总局提供的,2017年2月份的专家会议结论法院传票通过法院曝光的资料,可以确认如下事项。 1. 有车主投诉道远,制点总局现在的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包括事故车主。 2. 制点总局根据车主投诉信息开展了事故分析。 3. 聘请的专家根据制点总局的调查信息进行了评估,认为还需要无碰拖轴的案例进一步评估。 4. 专家认为拖轴会导致失控存在安全隐患。 5. 总局要求上汽通用,提供测试评估数据。 上述资料显示的时间,2017年2月份,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试过车主或者车主投诉,可以确定是在2015年或者2016年年初就已经开始,持续投诉的时间至少一年。 从市场监督总局提供的2017年2月份的专家会议结论中,我们能明确的是拖轴存在危害性,同时法院也要求通用提供线提供对于拖轴的技术分析,在安全隐患的控制币的不限于设计资料,强度分析包括台价实验等数据,用于制点总局进行对比测试评估。 但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从2017年2月份到2018年7月份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通用既没有提供任何数据支撑器结构设计的合理性,也没有任何现款被质疑存在隐患的控制币的强度数据提供出来。 这说明什么? 制点总局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在进行初步专家分析后的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对于通用没有响应总局要求的行为,居然能够熟视无睹,这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对于制点总局需要进行确认的信息,我们维权车主掌握的材料如下。 一、发生脱轴的事故的原因,在于控制避称套连接键受到了作用力,控制避称套受力解析。 二、控制避称套连接键失效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设计层面下图类通用的专利中,控制避称套连接键分离式设计的解析图。 图示的132位事故中常见的插销结构,图示122位事故中常见的内套管,形变后失效的主要结构就是122内,套管于132插销构成的连接键结构,分离式的控制避称套结构图示。 通用分离式控制避称套和其他的一体式控制避称套结构对比根据掌握的专业论文资料显示,通用老款的麦伏逊结构的控制避,老款均约,其强度规格如下,极限拉力可以达到8吨,极限压力高于2.5吨。 键表一拳架控制避拉,压攻框下进刚度及强度要求,控制避强度要求,根据控制避研究的强度及失效情况,拉溃压溃等部位均位于球头或者本体,而没有控制避称套连接键失效的情况,控制避拉溃,压溃部位,而对于麦伏逊的冲压键,其强度设计也有相应的指标。 如下资料显示,在球头施加作用力,压溃数值也应该达到2.4吨以上,极区区失效模式达到24.8KN。 而且形变部位为控制避的本体中部,绝非现在通用的控制避称套连接键部位,这明显说明现款通用的控制避,无论是分离式结构,还是开口螺控一体式的结构,均存在强度设计问题。 麦伏逊冲压键强度设计说明,通过通用本体式车型的失效图片,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控制避本体没有明显形变,控制避称套连接键,发生了分离脱落的情况。 可见,控制避称套连接键的强度,在控制避总成中相对较低,这明显和其他厂家的一体式控制避的强度情况有极大的差异性。 昂科威控制避称套失效案例,而很多案例表明,造成控制避称套连接键失效的情况,往往是一些轻微擦挂。 这说明了连接键强度极低的情况,会导致可能的失效隐患,发生的故障甚至难以被提前察觉,因为车主往往无法有效观察和发现形变后失效前的症状。 这可能导致发生大的事故,造成重大人身伤害,轻微擦挂脱轴,而保险公司对于非正常的控制避失效情况是拒绝赔付。 2017年昂科威脱轴案例有曝光案例显示18款昂科威,升了控制避称套的失效问题。 昂科威18款开口螺孔一体式控制避称套失效案例,相同控制避称套连接键的探戒者也发生雷同的失效问题。 探戒者控制避称套连接键失效案 针对通用新的开口螺孔一体式控制避称套连接键的失效问题解析如下,通用开口螺孔一体式控制避称套失效问题解析。 写在最后从以上这位网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通用的控制避称套分离式连接键设计和开口螺孔连接键设计,均存在很大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应该尽早进行客观。 科学、严谨和负责的态度进行调查,并早日促成通用向全体车主和消费者急于公开的缺陷召回。 科学,严谨和负责的态度进行调查,并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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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调查和降线因素,促成功解析。